鲁特丹火車站 現在準備出發去下一個城市 今天的最終目的地 就是阿姆斯特丹 中間我就會停在萊登 看風車 和看荷蘭最出名的 屈甘香 躺在等車的時候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歐洲遊要注意的事項 第一 歐洲的治安 真是很差 比 亞洲來說是差很多 所以大家 一定要 將所有全新物品 更新 又或者是在望島的位置 第二就是去廁所 歐洲的廁所 是要課金才可以 一歐或者兩歐 如果我真的急起來 我會怎樣呢 進去餐廳 買杯咖啡 同樣價錢 多杯咖啡 第三 最好要有兩至三角 放在不同的位置 買押的錢 不要集中放在同一個銀包 第四 信用卡 一張就夠 如果怕用不到的話 就記得 下載信用卡的apps 如果你更新的信用卡是visa 電話apps的那張 記得要是master 因為不是 都收visa 又或者都收master 第五 有線跟當地人溝通 吹下水 扭到很多東西回來 尤其是 入店舖拍攝之前 要問清楚 可不可以拍 還有拍照 這是一個尊重 和禮貌 第六 買火車票的時候 記得 多看一兩個站 有時 坐遠一點 便宜一點 在中途站下車 都用到的 所以 看多一兩個站 有著數 最後 逛街的時候 記得不要插著耳機 我們要聽到和看到 身邊發生的什麼事 人沒事 才可以做到世界冠軍 記得 安全 第1 由鹿特丹出發 搭了半個小時火車 我就來到 萊登 萊登不是一個海邊城市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在路上你會看到很多海鷗 波車站出來 大概走兩分鐘 就會去到第1個打卡點 得法爾克風車 走多兩分鐘 就會到河邊廣場 萊登報料廳 史納博物館 這個陣子 細得來 很Chill 圖很舒服 羅曼雷斯教堂 他就讀錯了 蘇瓦雷斯教堂 萊登 砲台 就是這個圓頂 來得 當然要進去看看 轉了兩圈 看完 這個砲台 這個砲台唯一好處就是 有一個很美的角度 看到高地教堂 高地教堂 這個角度 看上去會漂亮很多 比德教堂 Porsche Sport 應該是這樣讀 Deport風車 萊登大橋 走完萊登市 最後一個景點 現在就找一間 大麻蛋糕 來吃早餐吧 吃大麻蛋糕 就要找咖啡店 一般綠草魚鷹的咖啡店 是五點鐘才開門的 為了綠化環境 我是不會放棄的 荷蘭的第一個早餐 當然是要找一間 咖啡店 荷蘭的咖啡店 是吃大麻蛋糕的 Chocolate Bunny 和Banana Cake 全部都有大麻成分 很多人說大麻蛋糕沒有料到 因為他不懂得怎麼吃 大麻蛋糕是要兇肚吃的 所以早餐就最適合了 不要覺得大麻蛋糕有什麼特別 跟喝火賣人一樣 沒什麼料到 一路走 望著景 大麻蛋糕開始來了 好餓啊 吃完蛋糕之後 真的很肚餓啊 先做點碟頭飯 一般是五點後才可以吃到大麻蛋糕 由於 烤水催的功力太厲害 我求過姐姐買給我 他竟然 肯買給我 好開心啊 現在這麼好的精神狀態 當然出發去看屈甘香 上巴士的時候 發現我沒有買到票 但哥哥很好人 他照給我上車 我什麼時候都說 吹水能力 是很重要的 沒有東西找不到回來的 在萊登 達二十分鐘巴士 就會來到屈甘香園 這裡 多人到走花市 來到第一件事 當然是去售票署買票 二十三元歐羅就可以入場 買完票 進去走花市 剛才的台詞 有點不清晰 大麻蛋糕 真是 有些料到 五眼六色的屈甘香 粉紅色 玫瑰的顏色 紫色 扮太陽花的橙色 鮮紅的血色 五眼六色 搭在一起 變彩色的屈甘香田 這裡好香啊 大力吸一口氣 完全 聞不到花香味 大力吸一口氣 這裡的花 真的很漂亮 但是真的 很多人 很少鴨啊 看到這些人 一陣子坐在這條石橋 我有一個很奸的想法 我走到他們後面 只有這樣想法 只有想字 是不敢做的 未開花的屈甘香啊 未開花的屈甘香啊 未開花的時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到审美疲劳之地 主菜 封车 终于看到一望无际的花田 很远 其实我都看不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终于有点东西玩一下 现在到我玩了 要雕桥 摇摇摇 傻仔套 和长期的豪斯登堡一样 都有很多这只傻仔套 鲜花的道路 幸好我没有给10元欧罗坐船 看过花田 现在下雨了 很入坟墙的感觉 我已经看到严重审美疲劳 是时候穿草 总结 马鲁一子公来看花 真是很无聊 豪斯登堡比这里更漂亮 混蛋了 去阿姆斯特丹的队 由这里 一直排到那里 世界的盡头 既然那么多人排队去阿姆斯特丹 那我当然是找个中途站 没有人排队的巴士 坐过去 走多个城市 现在去海伦 来到海伦的市区了 跟Google传闻一样 这个城市 只有一条河 和一条直路的大街 再加个教堂 然后就会有延后了 但是这里最特别的就是 教堂旁边 是有机动游戏可以玩的 这里是一个 临时摆出来的嘉莲环 虽然说临时摆 但一点都不适合 有摩天轮 还有鬼屋 教堂旁边 有这些东西 都算挺特别 还想着这里 好闷 什么都没有 但是来到这里 看到这么多机动游戏 这么多设施 都非常惊喜 见不见到我 我旁边的那个人 叫到鬼 这么吵 蘇蘇他不让我拿 一部Action Cam 一边玩 这个东西都挺有趣 玩的时候 还可以看到教堂的景 既然这个城市什么都没有 我就找一间 咖啡店 进去 这里很多大麻产品 而我买的是 这个曲奇 和这个蛋糕 这个就是我的下午茶 早上吃完 下午再来 吃完蛋糕 吃完曲奇 说得没错 大麻蛋糕 大麻曲奇 那些要在小鲜 才吃到 如果在阿姆斯特丹 大城市吃 是不足料的 这个很重味 吃完第一间 不是很厚 车站旁边 还有很多一间 让我进去看看有什么 这些就是为了明天看播 准备而买的 这间店有很多选择 入货 玩了个机动游戏 现在出发 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 我到了 Grand Hotel 好像珍宝坊的海上皇宫 红灯区和唐人街 红灯区的当口 全部都是等租出去 对面岸都是没有东西看的 整个红灯区只有红灯区 红灯区博物馆又开门 刚才红灯区其实有东西看的 但有东西看的人不能拍 整条街都是食市的 唐人街 南基 阿姆斯特丹 在 both Jязder Đan 还有机动游戏 老教堂 滙 investigators 在这阶段 视线市中心的街 好像nosy 迷宮 走 commands 或是大麻 喜在用 打滑滚之后 看看观点 你說得完全天花灵暖 新教堂 阿姆斯特丹皇宮 現在正在翻身 許伯阿港牆 阿姆斯特丹土壁所 阿姆斯特丹大麻尊門店 店員哥哥教我食 迷惑蘑菇有很多種 全部不同意味 剛剛我買了 買一盒蘑菇 很大雨 我也是買完一盒蘑菇 回家慢慢吃 蘑菇蘑菇蘑菇 今天下班